你好,政治揭露 出家12月25日,聖诞快乐,各位 聖诞流流,很多片出,我就 没有录那些政教论坛去讲一下宗教的东西了 就算迟了都没所谓了,是不是 其实昨晚,当然你会觉得 这个平安夜是很离谱的,是不是 有很多香港市民都跟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是一些蓝丝,就是别人所称的 我们是先撑警,所谓的蓝丝 我想真正的定义是撑警 如果那个,譬如说陈怡那样,他不撑警 那他算不算蓝丝,我觉得不算 他自己都没承认,是不是 你当他自己人干什么呢,是不是 人家都会骂警察的,是不是 譬如说,我不是想讲其他东西 有些人说中立,魔王编辑部 他这么中立,那真的不是自己人 那什么鬼呢,是不是 现在香港这个混乱,有很多人 可能是我们的听众,未必太远出街 都找到AR15 有很多人 都有枪,是不是 你出去庆祝 你在人多个地方为什么呢 是不是 其实大部分的人 是没有危险意识的 跟着呢,那些蟑螂呢,就有这些人群的掩护了 又或者这些人群就是那百六万人咯 那我百六万人是够在街上搞到擠涌的 他们又不怕死,是不是 就是他们在喊时代革命啊,在混乱啊 又为卫星火同盟去复出啊 喂,你不是犯了洗黑钱的条文,银行会不会封你啊 就是你现在香港这个是什么东西 民主啊 就是你们说 这间银行 这间银行 如果 它是封了一间公司 那间公司是说 它开公司说的东西 跟它运作的东西不同 那就被人封有什么奇怪啊 你开公司说中小企 谁知道你有几千万的钱转来转去 你是涉嫌洗黑钱,别人封你户口 是这个国际反洗黑钱的 法例是这样的嘛 接着你们说的民主就是,哦 我不理什么规矩,我不喜欢你封,你不能封 我觉得你该死,我就拆你这间银行 就是这个汇丰和恒生的结果 就是汇丰封了星火同盟 那你就要拆汇丰了 拆恒生了 那以后你们去地铁站破坏的时候呢 那你见到那里有恒生银行的 跪元机 你又很方便去拆它 接着你搞到呢 香港呢 所有的跪元机呢 主力银行不是中银就会封的啦 或者是恒生的啦 这两个体系 那你打到他们呢 全部呢 现在就 没有啊 你朝九晚五按钱咯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 哪里有跪元机摆出来啊 给你们打纳它啊 现在是玩到这样嘛 大佬 就是你们的行为 野蛮 我八六万人就觉得 我要宽度圣诞顺便掩护他们 很对 那 就是昨晚看到的东西就是 有扔汽油弹啦 在商场里面的警员呢 其实都我觉得做得对的 无线看上去好像很凶硬的 警察追着去 去打 那你打那些 你挑战警察的人 动手动脚的人 但是中间里面呢 有一些记者呢 成为人场 隔着那些犯的 那些是什么记者呢 打到他又无告警察啦 是不是啊 那你昨晚就有个 有两件事啦 有一件事就有个傻的 在商场里面跑啦 不知道他怕什么啦 跟着好像吃了大麻 还是发了什么疯 就在商场的二楼呢 爬过 爬过的围栏 跳了下去下一层就跌伤了 但是呢 因为那些片子呢 很完整地拍光了 是他怎么撞到警察那里 跟着撞完之后 跑完就 就好像失了控 黏了线那样 因为有完整整个过程的 片段 是可以判断到呢 不是警察拨他下去 要不然呢 一定是死作难作的 跟着呢 尖沙咀 旺角还是尖沙咀 好像是啦 又是 这样呢 有人呢 跌 在不知道高处 又是跌了下来 不知道十六岁 这样 这样 我真是不明白 就是香港在搞什么 但是我其实应该明白的 就是 你现在 他们 一些外国势力 他们颜色革命的势力 我不说哪个国家 是吧 不算骚扰啦 是吧 就是他们 令到那些年轻人 他们互相群体里面 有些人相信了这些低能的东西 跟着呢 互相感染 互相像细菌那样 信了这些邪教 跟着呢 就说 我们很害怕被消失啊 被送中啊 你害怕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香港 现在这个年轻一代 一 没有智慧 二 就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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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唆 就是我有点点 我真的觉得奇奇怪怪的 另外呢 其实我不说那么多 昨晚的东西 因为昨晚的东西 你看新闻 我觉得都是危险的 因为警察呢 面对着现在的 工作环境里面 其实是随时会出现 一些的窗骸 也都有一些的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消息 猎头起了一支 跟着呢 那个苏惟軒呢 就是那个呢 是大埔呢 有两支枪的人 就是 他自己即场向警察开枪 他家里找到那些AR15 他就说其实市面上 还有十几支呢 在这儿流着的 偷运的时候 就是说呢 警察在面对着 随时被杀的危机 所以现在警察执法呢 的确实是很危险的 我想 但是香港 很多人都不会听我们的节目的了 那 变成了呢 其实形势上呢 他们那些人 有些 有些就扮无辜啦 去掩护啦 有些就去指骂警察 那你晚上在那里指什么 说警察呢 我又想引用一条片 去口讲 我又不想摆 我又不想偷对方版权 我觉得阿闪师傅呢 说的东西是有水准的 是吧 第28集 我说的第28集 他说的东正经常说的了 就是 既然是 高院是没有质疑 紧急法啦 只是紧急法之上立蒙面法 没有需要 但是你现在香港这么乱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打劫 就是因为 废了蒙面法咯 你看到到处有人蒙面 警察呢 是不会 习惯了 不可以抓住他 不可以拉他 是不是 所以到处有人蒙面了 蒙蒙眼面 你看到他们现在去抢金袍 即是你高院这帮人 就应该天诛地灭啦 那 闪师傅呢 说法呢 亦都我认同的 亦都是我一向这么说 就说既然蒙面法 不是 既然是 紧急法 是没有 没有被 高院去质疑的时候 就是他有没有 遗险的质疑 就是紧急法之上 或者之下 应该是之下 紧急法 在之下 定立蒙面法 就是违法香港什么基本法 就是 有时候我觉得是很吹脏的 你法院这些 那就是说 你现在是侵略行政的权 人大已经说 紧急法已经过渡了 在一些特别的情况 不过人大 的而且我以前也讨论过了 林郑正正在配合那些仆街法官的嘛 就是说 你现在是侵略行政的权 林郑武说现在是紧急状态嘛 到处都是窗 也不紧急状态 抢金抱也不紧急状态 是不是 抢犯也不紧急状态嘛 不算是紧急状态 那些官位说不算是紧急状态 立什么蒙面法呢 社会有点骚乱而已嘛 虽然会抢犯 可能有抢 但是 OK 接着呢 闪师傅的质疑就是 那你既然都会打官司的啦 那你就直接立23条 和骑警罪咯 为什么整群人围着 说粗口指着警察呢 是不是 就是你说粗口 你骑警就立刻抓咯 是不是 你益时粗口 警察的父母 祖宗十八代 即拉 但是林郑不做的嘛 是不是 这个我觉得 这个我们一向说 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 按紧急法治上 反正都别人质疑的 就是 照立多些 让他逐点逐点玩咯 反正都是逐点逐点 那些警察 那些法官都是玩的啦 是不是 这些我和闪师傅一样 所以我肯定闪师傅先 是不是 我当他自己人的 但是有一些说法 闪师傅在二十八集里面 他提到呢 这个呢 二十二号呢 冬节那天 冬节 好像二十一还是二十二 我在丁绑场的集会里面 看到那些防暴警被人推了到地 跟着呢 就有抢犯的行为 是不是 就是跟着呢 基本上大家拳打脚踢 警察呢就拔枪 指揮官呢 就 就 就去呢 就禁住下面那个同事 就是可能 普通的同事啦 那个的 可能的 督察或者指揮官呢 就 叫他收起枪 那闪师傅呢 判断就说 这个是 一个 这个 这个东西我不算认同 因为那个片段很短,在无线的剪辑 大家都看无线的剪辑 究竟那个督策是不是谓战呢? 我不想他这么武断判断 有时小师傅的片段太短,他这样说很权威 但事实我又会觉得,你这样判断会不会有点不公平呢? 这一点我有点质疑,就算是谓战 如果他只有五至十个警察 对着一千人呢 他们那班人随时有枪呢 他收枪,不想刺激民众的情绪呢 因为已经有足够的人,含着被拘捕的人呢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已经救人了,那个犯人没有机会被人抢了 收枪,你这么快判断他威战呢 我不认同闪师傅这一点的 我说了这么多,我已经推介了他,但我又觉得有些事情不认同他 我不认同他,我就说了 这个我觉得,第一件事我对 在爱丁榜广场这些冲突的里面呢 我觉得那些暴徒呢 我见到,就是拆了妆 那警察拔枪的时候呢 他有些敢退后呢,如果不是呢 他继续向前,警察就拔了他了 事实上啊 那时候,在西湾那个警察 他拔了枪之后,那些人继续向前,他就拔了 做得对的 完全没错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 那个场景为什么会这么少人呢 我是很认同的,小师傅说 有没有你搞错啊 为什么这么少人呢 但是小师傅说,我觉得说得不对的地方就是 为什么要批一个港独聚会呢 其实申请聚会的时候,我相信那些人呢 没有说是搞港独咯 申请了一个合法的聚会之后,他们开始做港独咯 这个,我想这样啦,阿闪师傅这个 有时候他就是很短,说得很权威那样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是闹错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批了一个聚会之后 为什么你部署这么少警力 为什么在国旗附近 不部署,足够的防暴警去保护国旗 这个是邓炳强 又或者是警方下面负责的人 做得不好的事 那你批了一个聚会 那里附近是可能有国旗 你不可以每次等别人拔了那支国旗 你才在 就是阳入虎群 现在不是虎入阳群 是阳入虎群 就是你得了四五件,你走进去 拿回那支扔了底的国旗 那是不是就是说 你已经是,那支国旗变了个 个有利啊,变了个 变了个陷阱啊,变了个有利 跟着你那几个警察走进去 就给那几千人包围 这件事是完全没有策略的嘛 所以我想用长点时间去讲 这件事 那些片子就又长又长的了 其实呢,如果我youtube赚钱的十分钟就够了 一部片 不需要说 弄到十五啊,二十啊 二十五啊,三十,那些是我 多口多余的 如果一部片要纯赚钱的 那就像其他KOL那样 十分钟就够啦,是吧 但是我有时候做节目的随声 想讲就讲解 就是 我所以呢,其实我有时候我就劝 就是我觉得警方真的是 你会批一个公共的集会 请你们呢 特别为了国旗那方面有考虑 你起码在公众集会一开的时候 前前后后 你要放起码有一定足够的警力 放在国旗附近去防守的 如果群众有什么任何 甚至你 直接放多些就放多些了 我喜欢放二十人在这里 三十人在这里 在国旗附近 在国旗附近 有什么都先顶住 随时就叫车过来 让你顶 这个呢,国旗呢 是 永远引起了一些最勇武 最疯狂 甚至不怕枪的暴徒 而且是会抢犯的 这个问题很严重 另外呢,沈师傅提到一件事 就是 很感谢他 他教我们的 我希望我的节目多些人看的时候 也都将这个说法 传到警察 那边 我希望呢就是说 上次 那个汉匪苏伟迁的那件事 就是说 当时呢,旺角有个什么顶天查 查室啦 或者是文廉志的后任区议员这些人渣呢 他不断问警察拿委任证 一个犯罪现场里面 是不应该 警员要出示 委任证呢 是向被捕的那个嘛 而且这个现场是开枪现场来的嘛 啊沈师傅讲得好的地方就是说 喂 你没那家的人 你干嘛这么问警察拿委任证 那这些人就是阻差办公啦 第一,那边开枪 第二,有被捕人士 你为什么去骚扰警察办公 警察不应该对答些什么的了 直接射呢 这个胡椒噴霧去驱散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噴下去咯 说什么呀 就是警察千万不要 别人问你拿委任证你就给嘛 你抓那个人你就出事咯 是不是呀 你这些无谓人你问我就给你的吗 是不是给你起底呀 你现在我们正在做事咯 我有两个同事在那里寒低 那个刹 开枪的 其他另一个就在说人的嘛 喂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问 根本就可疑啦 不需要 胡回应那些无谓人 现在香港 抢反问题是严重的 呃 就是我和闪师傅一样都是有忧虑又杀警的情况 因为有很多枪械 其实呢我自己呢 对这个圣诞的感受呢 我就会觉得就是 不到黄河心不死 就是一个月前呢 区议会选举是赢了的 他们现在都仍然是这么 战意高昂是吧 没有了7700万又如何呢 这样 那你那个16岁的乡仔 他由高处跌下来你猜他有收钱吗 可能是免费吃了些大麻油可能 吃了天舍也有可能 但是他又如果说他收很多钱我就不信 他只是自己瘋了嘛 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是那些人觉得整烂香港 可以整死大陆的嘛 跟着他们就可以得到香港独立嘛 就是说呢香港不是真正给他们整烂 证实 香港整烂呢大陆是继续繁荣的时候呢 他不道黄河心不死呀 就是我在想 那死的了 就是香港要被他们整烂了 他们才是深色的了这帮人 你劝他们他们认为 真是 香港整烂就会中国崩溃的 这个是我觉得很无奈的事 可能你立了23条 他们这些神经病的人 他们会继续搞 或者有个鬼 可能某个国家 传一些越南籍的人 在外国飞过来 他帮着头蒙面 你怎么知道是鬼佬 还是越南人 总之他打架而已嘛 越南人也有很多人会说这种话 总之他 某个国家有些越南人 或者香港有些越南人 有些越南人是在香港无奈收了的 传闻 然后这些人是很凶悍的 然后就 什么都敢死的 whatever 怎么也好 你香港是会乱下去的 你继续搞23条 你搞了23条 他仍然不深色嘛 仍然继续搞嘛 这件事我没办法对香港不悲观 我要说些什么正能量的东西呢 他鼓励香港有明天更好 香港这样的教育制度怎么会有明天呢 我是家长 也不想那些子女做蟑螂啦 不想他们入大学啦 是不是 回大陆读或者去外国读啦 怎么会想那些子女在香港读大学呢 现在都搞烂了 看着自己的子女读着 读着这家学校不可以走 我又不可以走 他又不可以走 但是看着那些子女会不会被老师教到变蟑螂呢 不就审住啦 查啦 如果可以走的话就走啦 你说香港有什么未来 有帮人 有帮人 他只是死搞烂搞 就是希望整死香港 直接整死香港要整死大陆 那种幻想 被人洗脑 互相洗脑的幻想 始终在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是很灰心的 大陆做些什么去处理呢 越来越危险 林郑什么都不做 郑若华也都不想 不设立特别法庭 好像有把柄被扎了 而且郑若华的老公 有很多把柄被扎了 所以香港现在的管治班子 是一团做 搞笑 但是希望可以挨到1月11号 没被警察杀 没被警察被人杀啦 我希望是这样啦 但是 那怎么呢 那些枪流到市面 他们不会乱杀香港人 不过拿去打劫 去抢金袍 没什么自由行 你又有人去抢 抢金袍 那些金袍就收拾啦 这些呢 我就觉得呢 郑家纯是报应的 你弄个有线帮蟑螂嘛 你买了有线 付钱去支持这个台嘛 这个台没倒闭嘛 是不是呀 香港开电视在撑蟑螂嘛 那现在他们打劫金袍 不会打劫你周大福的 但是你吓死大陆人咯 你现在在损失中咯 你郑家 报应咯 就这么多